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的直播现场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是罗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首档大型的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升学的建议 直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也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像哈佛耶鲁斯坦佛这样的名校大学的申请文章应该怎么写 好的下面我们来请万博士给大家分享干货 如果是想申请这些名校的同学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写这篇文章 好的谢谢主持人 凡青导播可以帮咱们切换一下画面 那这样的话方便我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著名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它的这个一个申请的一个介绍 这个叫application tips 那首先的话这个哈佛大学它这个是我看了这么多学校 它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首先是从对前边的这些个申请表 每一部分应该怎么填 它都有非常明确的列明了 大家如果看这个你直接去搜college.harvard.edu 你自己可以直接上去看 这一部分我就因为之前给大家过过大学申请表 我就直接就不讲了 那么包括你各部分怎么样 那么它都有对照告诉你每一部分怎么填 教育经历考试经历活动经历 这之前的咱们几期节目全都看过 那咱们今天重点看这个writing部分 writing部分的话呢 它有分公共部分的 公共的writing部分和这个 公共的writing部分和这个 它的哈佛单独哈佛的问题的部分 那么咱们直接就来到这 aditional essay这一块 aditional essay 你看看哈佛他有给了你几个题目 咱们直接进入到这里了 前面的可以看咱们往期的节目回放 你看那他说 你可以选任何的下面的这些个题目 来进行撰写 哈佛是在所有的申请表里面最开放的 这个第一个不同寻常在你生活中 不同寻常的一个方面 不同寻常的一个方面 一个状况你可以写 或者说是 Trival living work experience in your own other communities 你就是你旅行的经历 生活的经历和工作的经历 在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在你这个这个什么 或者下边你理想的这个室友 就roommate 那么你想让他知道你什么哪些方面的能力 就是你给你这个室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是吧你你怎么做这个自我介绍 是吧那么下边的话呢还有就是关于任何的你的一些个考科研啊 什么这个任何的一些个学术方面的一些经历啊 然后对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还有呢 这个你是想 你是想你希望如何用你的这个college的education 也就是说你想从这个学校得到什么吧 还有就是你读过的过去一年读过的书啊 是吧 然后哈佛的使命是不是 是教育学生成为这个公民leader啊 是吧公民的领导者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哈佛的校园里 你为这方面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和贡献 在下面的话呢 每个人每年啊都有这个 他们都有一些学生会defer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就延后毕业或延期入学啊什么之类的啊 你如果是你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哈佛的这个种族的这种多样性啊 我想让你写一篇关于你的你自己的个人的背景啊经历啊 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然后是什么哪方面的兴趣 然后致使你你想来到哈佛读书啊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咱们翻译成中文叫命题作文啊啊 命题作文的话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还是比较好写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写好这篇文章的话呢啊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看着题目写啊 这是很多学生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 他喜欢另开一个文档来写啊 哦看一遍哦想讲一个我什么的经历就写去了啊 写着写着写着回来拿拿交上来一看 我看跑题了写到别的地儿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写的过程中思维在跳跃 他没有看着题目写写着写着就写飘了 当然哈佛这几个题的话呢 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他只有一个问题你去挑啊 所以呢有一些是甚至是连环问啊 连环好几个问题 他往往他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 这一系列问题的只回答了50% 那你就失分了对不对 所以呢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一定要看着题目写 你把这个题目你也复制粘贴到你的word文档里 看着题目来写 甚至在动笔之前 你应该好好理解一下这个题目的深意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回答这个问题 你想让这个招生官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你的这个形象出现在招生官的面前 你比如说这个问题 I'm your circumstance in your life 很简单 介绍一下你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种状况 那I see呢 当然了你就提论题来回答他 你至少可以及格得60% 但是你只是 哦那我介绍一个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东西 那还不好说吗 记得2019年的某一个夏天 在我生命中发生了怎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怎么着的 结束了 可以吗 回答问题了呀 对不对 当然不可以 你要问你自己 招生官对你这么感兴趣吗 招生官就是想看看你生命中哪不一样吗 对不对 当然不是 所以呢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一个第三方视角 什么叫第三方视角 离开了你的家庭 认识你的人 离开了你自己 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他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 你要在他面前表现好 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你是想让他认可你 你是想让他录取你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除了介绍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那回答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 你要介绍一下 面对这种情况 你的思想 你的动作 你的思想和动作 决定了 让他觉得 Oh You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人 就是他想要录取的人 那你说 2019的每个夏天 对于我来说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招生官的眼里看 很多人都会发声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发声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解决方案 你面对这种很奇 很不寻常的东西 你怎么办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重点啊 重点是要让 这个招生官看到 你干了什么 你怎么样了 你要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了 你也就是说 你在填这方申请表的时候 你不要想 当然你自己明白知道了 你自己爽了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让一个陌生人 看了之后很佩服你 你不能让他看了之后 要不然很普通啊 或者说要不然看了之后 他脑袋里很多问号啊 这都是失败的文章 这都是失败的文章 那么时间关系啊 我再跟大家快速的讲一下 斯坦福大学的文章题目啊 斯坦福大学的文章题目有三个 每个是一百字啊 那么这个 这个第一个题目就讲的 斯坦福大学我们的社区是非常 好奇这个课堂之外的啊 是吧 那么你有没有任何一个经历啊 来告诉你 就是在课堂之外 你是非常兴奋的想去学习的一个事情啊 第二个是呢 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本科生啊 是住在校园里边啊 是吧 这个就是跟刚才哈佛那个问题很像了 给你的室友呢 写一个小纸条 是不是 那么能够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想怎么写啊 你能够让他更好的理解 你因为你马上要成为室友了啊 是不是 那么第三个 这个就是很开放的一个问题啊 告诉我任何meaningful 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why why是什么 why是好奇心 why是好奇心 那么他说了why了 但是很多情况下 有些题目是没有 没有why这个词的 为什么没有why这个词 比如说有一个题目就叫 告诉我一下你最喜欢的这个激动的 或者说是最 这个叫什么英文 就让你经历更加 这个就很喜欢吧 inspired you的这么一个subject 一个科目 是什么 那我还是那句话 你只是告诉他你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当然不行 对 你要讲他这个 这个你为你是怎么和这个科目结缘的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科目的 然后的话呢 你在为了这个科目你干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这是一个完整的回答 三段论识的回答 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论识 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这么回答 其实就是在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如果你把读者的好奇心都满足了 起码他看着很舒服 你不会失败 但是如果读者的好奇心都没满足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没有回答为什么你喜欢了这个专业 你是如何和这个专业结缘的 那么招生官他就会有很多的问号 他就觉得你在他面前的这个形象 关于这个主题 他是不完整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节目时间有限 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站在一个第三方视角去审视 那么你写出来文章你自己改 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指缘 身在此山中 你一定一定要找一个不认识你的人 让他来读读这篇文章 是读完了很佩服你 还是读完了一堆问号 我觉得他的评判标准 有的时候比你的这个写作老师的评判标准 还要有意义 因为老师也在山里面 对 那么你呢要在山外边让他去看 好吧 跟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 好的 谢谢万博士 这个你看这个一篇文书当中 这个需要考虑的真的是方方面面 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同学们和家长 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获得这些藤校的青睐 就像万博士说的 好比是一个这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最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依然是可以直接来联系文美集团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谢谢万博士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折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期时间中午1点 我们都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